这个是我们的麦果小鸡机 上面的这个是一个操作的介面 就是一个电源的控制 还有一个机械 还有一个就是触摸品的整个操作系统 这个小鸡机主要有三个大的机构组成 下面的这个是确果机构 也是安排固定裹的一个端枝 这边这个是销刀机构 就是控制销刀胶皮的 还有一个就是下面的出送带 一个坎洞端枝 出送的坎洞机构 下边的是一个水箱 清洗的时候一个水的收集 或者是偏使的一些 护色的液液或者是清洗的水的整半就可以 机器呢 在插上电源以后 如果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指示灯 亮起的话 这里整个机器是已经是有电的了 那么直接按这个起动 手动跟部件 自动运行呢 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工作的时候用的 手动跟部件呢 就是在我们机器 启动的时候做一个检修 这样做一个检查 或者是在平时的出现故障的时候 这个检修来使用的 那手动的点了以后直接进入 进来以后就是对我们的 就里面的这些 动作的一个单个动作的一个检测 那么只要是前面带有压果 就是前面的姿势一样的 这一种它是一个组合 那么如果是压果上压果下 是吧就是刚才介绍的前面的一个压果机构 那么我先点压果下 现在点了以后机器不动 那么是压缩空气没有接通 首先打开压缩空气的器源 然后呢在设备上有一个 这个三连组合 三连组合这边有一个手滑阀 手滑阀呢往左边滑动式关闭 现在我们往右边滑动式开启 现在我们往右边滑动 好现在解通气源 那么上面这个表上面也看得到 我记得说是不是归零的 我是开启的时候气压 有了气压 它这个表就会自动的 显示这个气压的压力 好现在给我们压缩空气以后呢 现在我点压缩下 好现在继续工作 压缩下 现在中间的压缩下来了 然后我再点压缩下 然后复位 然后呢去过 中间的杆在转动 小皮退刀 小刀再摆动 那小刀升降 再到一根压缩下 到了一根压缩下 到了一根压缩下 下刀升降 就是先顶这个压缩 然后再顶下刀电机 必须是两个一起顶 下刀才会倒 然后呢就是小皮夹杆 就是小瓣皮后中间有一根杆 会把火卸掉 然后这个小皮夹杆 它有个气概夹住它 等一下看气概有没有动作 下切断呢 这个动作呢 在这台机下面没有 这个功能了 所以这个就不用操作了 另一个呢就是速冲带运行 速冲带运行 速冲带运行呢 点一下这个按钮以后 然后速冲带就走一步 点一下它走一步 在机器的这个放果的这个口 这个是放芒果的入口 然后呢在左右两侧有一个对照的一个棺木 这个棺木的主要是为了安全保护 就是当人手伸进去的时候 只要伸进这个口以后 它这个这个棺木就是这个传承器 会感应到你的人手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自动控制 机器不做任何的动作 机器不工作自动停机 那不经运行呢 就是在打开第一步以后 那我们就按下一步 那么这个就是按照计算机里面设定好的流程 它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点一个下一步它就走一步 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走完以后呢它就完成一个流程的流程停掉了 那么现在我自动和手动 这个手动和步进都是运行正常的话 我们可以进入自动运行 自动运行进来以后呢 确定这个削皮的这个功能是开启的 其它的这个灯是红色 就没有再开启状态 然后呢这个自动运行直接进入开启了 开启了 开启了后呢机器就可以工作了 修正常在一起 我们对拍启状态 这会儿说呢 我们就只 人就只负责 往上面刷完口就行了 我刚才说了 就是冰箱的这个安全放木 只要我人手伸进去以后 机器不会动 我放开它就动了 所以这个速度在不会走 现在人手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瞬间它不会倒 不甩 或随时翻去翻来不会抖 这个是对一个人的安全报道的 在自动运行的时候 人就不断的往这个多山面放芒果 拿到芒果以后 这个果地炒一下 做芒果 果地这边朝下 果地对准这个三个灯的中心 下面的这个果顶 对准这个红色的定位灯 红色的定位灯 那灯呢稍微往前偏一点 不能往这边偏一点 就稍微往前面 就是我们的正起翻 正起翻偏一点 那对到这个位置以后呢 对到这个位置以后呢 往下压 插到这个 增扎进去 有的时候呢 插到这个 正好插到河上面 有点难插 但是也插得下去 这个时候 那么就这样插正 红顶稍微往前偏一点点 也要最好在这个中心 稍微往我们的正起翻 走一点 那这里 每一个果再插好 以后呢 它在自动运行的时候 那我就往前走 走到小皮的锅位呢 先走到小皮的锅位呢 就是这样 我们先对比较熟的 像这些 大芒果肉是熟的 但是呢 先对没那么软 这些呢 熟的不均匀 所以说呢 就是软的 硬的 比它做得比较 最后 即是主要是我们焊怵的时候 一定要烫到不均匀 划到不均匀 然后这些基础 内部是 discovery 一般的 ilk 都是做乱身 fro 打算议的 现在有一个密码,一般的人是进去的 这个密码是8899 在说明书上面也有 8899 按了以后呢,按那个NC 这个密码是可以修改的 修改了以后呢,我们这边就不知道这个密码了 我们只知道这个连续密码是8899 赶紧改了密码以后,自己先要保存好这个密码 进入参数设定以后,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削刀转速 实际上也是我们削芒果的刀一个升降的速度 升降的速度 第二个就是曲果的转速 就是芒果在削皮的时候 那个芒果的一个转动的速度 那么这两个速度首先调的时候 那么这个曲果转速是根据芒果的原料来调节的 如果说芒果是相对转的比较远的 相对比较规则的 或者说相对硬一点的 就没那么软的 就可以调的快一些 那么这个参数调的时候 左线25然后调个26是吧 然后按缺热 那这个时候呢,转速就快了 那往上调是加快 这个速度变小了 是弄得慢 也是要按了输入速度以后按这个按盘键 那么这个调好转速以后呢 就根据销刀效果来调节销刀的转速 如果说这个销刀 这里看到刀走的很近 如果说第一刀跟第二刀 就是它中间会扭有一段清脾霉销刀 就刀走的太快 中间扭的比较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销刀转速的 就要往下键 就要键低 那么如果说 第一刀跟第二刀 混合的比较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 我就看看这个削下来的皮 我就看这个削下来的皮 这削下来的皮呢 现在这一种 就是这个第一刀销了 第二刀销 重合 第二双 销示在基本上 有一毫米左右 或者一五毫米 这样子跟差不多 或者一两毫米就没问题 那么主要是区别 这个看 每一个工厂都要求被厌nam 裁的厚度要求多少 那么如果说 重合的来容易 第一刀跟第二刀 现在这个地方 但这个是局部 要整一条皮 都是重合那么多 才有必要去逃到参数 如果是这个第一刀跟第二刀统合的比较多 那么对于这个去肉比较多 那么这样的话会造成一些果肉比较浪费 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小刀斩速调快一点 让它走快一点 走快一点它就不会处合那么多了 另一个就是这个去果夹杆 气干粘食复位 这个呢也可以看一下双鸣状 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果在削完以后 中间有一个杆会把这个果卸下来 我们的果在削完皮以后 中间的这根杆 这根杆会把它这个果卸掉 那么这根杆在气干之后呢 下面的一个气干把它这个杆锁住 不让它平衡动 那么在夹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呢 这个果也卸掉以后呢 那个杆 夹杆的那个气干要示范 就要让杆的有机会活动 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是 这个气干夹住那个杆的时间 如果说 有的时候要往皮后 那个果不会下来 还在上面 它不会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就你这个时间夹到时间不够长 就要把这个时间调大一些 调大一些不用调太多 这个是百 就是百位毫秒 一般的你就加个小处理 所以后面慢慢加 现在我们原始速度是0025 那你加到0030啊 或者是004啊 这样慢慢的往上加了 那这个呢 是跟 有些时候 因为芒果的成熟度不一样 或者品种都不一样 那里面的肉的硬度不一样 如果这样的话 它这个视频就会有差别 如果说 呃 在销完果以后 鸭果的那个杆 晚上生了之后 它会有一个 静节性的就是先动一下 然后怕那个时间比较大 再动一下 这样就准备这个时间太长了 啊 啊 有个挺重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 要把这个时间调短一点 就不能太长 太长的话容易磨损 那个甲杆的 那个气缸的夹具 如果操作的时候呢 进入自动运行以后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操作 也比较简单 最主要的就是 对每一个操作的工程 要 这个果一定要犯正 要犯正 如果犯的时候呢 在里面呢 要担心这些针啊 会刮到手 所以说呢 犯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 一扇一扇手 手两侧 这样伸进去 我有蛮够了 就这样犯下去 所以说 呃 即使在它 有时候乌冬躲啊什么的 它也不会伸到手 嗯 就直接不要把手 刮到这个桌上去 就可以了 做完以后呢 每一天下班清洗 清洗这个设备的 做完以后呢 就要挺机 挺机以后呢 还是在自动运行是吧 呃 开始我们是这个 通运行开始的 那么我们做完以后 要清洗的时候呢 我们就 取下这个机器 呃 然后呢 打开这个出送带 打开送带 那么这个时候 削刀啊 还有去抹的那些机构 是不动的 就只是我们的出送带 在不断的 不断的运行 那么 我们可以 再 用一个布带式管 把这个 打开 给的这个布 然后呢 就可以在下面 直接送带 来抽水 这里清洗的时候 要注意的就是 水不能玩 淡冲 不能淡冲 淡冲 没有是这么 平的冲进去 或者是 血的往下冲 就不能 炒淡冲 因为我们的 机构啊 还有费气啊 都在下面 所以我炒淡冲的话 它就有可能 会冲到冰性 所以说 就切剂 不要往下冲就可以了 其他的没有问题 那在 它上面除水 把它拌了以后 如果下这些 冰箱 这些板上面 会有一些 果实的飞溅 这些飞溅呢 就用水冲一些 或者它 洗不掉的 用那个水滑布 擦擦擦 擦擦擦擦擦干净 擦干净以后呢 所有清洗的水 都会 到下面的水好一点 水好 因为 冰箱这些 洗干净以后 干净以后呢 这里有个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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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笔 顺着水滑 这个滑 这个手笔 这个滑 所以这个手 水会自己流出 你就是清洗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 把水排掉 清洗了 用泵 把水滑 那些水滑 去上去 去上去 这个地方呢 可以接出来水滑 这个地方呢 可以接出来水滑 然后清洗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打净 用泵 用泵滑出来水滑 去上去 那些水滑 但是这样呢 就是能够洗到 有大部分的 不能完全的 所以说 还得依赖 能够清洗 然后上面 这个水滑 抽下来以后呢 有两个滑门 这个滑门 左手边的 是 这个水滑到上面 就是削皮的 锅位的 过一般的削皮的时候呢 就不开这个水 右边这个呢 是 在下面 就是这一般 洗这个水滑袋的 就是 我们在锅水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火车的飞溅 一般的话 就是要经常的 清洗水滑 确保它 那个水滑不会粘住 然后 就能够正常运行 所以说 这个滑呢 就要清洗水滑袋 那么 如果只是清洗水滑袋的话 这个水呢 就可以 利用这个水滑 因为那些 温存的水 或者是 山面盆盖的水 做一个清化食用 因为它只是 其他一个 吸水滑袋 或者是那些 毯液的一个作用 并没有说 要直接的入口 所以 最好也是 最好的是 直接用出来水滑 所以我们就用出来水 清洗完以后呢 就直接关掉 关掉以后呢 关掉以后呢 按一下这个 先关掉这些 接面 然后呢 按下几个按钮 反正进行动作 做完以后呢 用那个压头工具 再 最好是外面接个 三通接个 推器的那个签 然后呢 发干的清洗的水呢 用那个器杆把它推干 推干的话 就 这样的话 对设备的这个水 使用顺便会更好 那这个设备 电梯的 对方要加热滑油 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这个六番轴 这个 这个六番轴 那加热滑油 现在已经加了 那这块热滑油呢 嗯 如果 我们建议呢 是用食品级的 用食品级的 如果是没有食品级的 那么如果是没有食品级的 或者说 当地对这个要求不算是高的 那用这个普通的 用滑油 也是很合理的 嗯 再一个呢 就是 当时说的这个 有无过滤器 这个地方 有两个 两个这个 透明的玻璃堆 这个地方 这个呢 是过滤水的 所以这个不用管它 它这个过滤水 去关掉以后 这个水是自动管掉 跑到 跑到下去去 然后呢 这个后面的这个油杯 这个油杯里面呢 这个油是直接 带到气杆里面 就滑气杆了 所以说这个油 要 经常的要确保油油 如果没有的说呢 就这个 开关 往下拉 嗯 往下这边拉 往下拉以后呢 就外面的这个清水泡 啊 往这边转动 然后取下来 取下来这个油杯 嗯 油杯 可以 轻轻搅一下 可以取下来 不要了 不要了以后呢 如果没有油的说 那就要加油了 加油就是加这种 压缩空气专用油 或者是油漠气专用油 这个油加进去 但是每次加都不要加了 至少要有公分到1.5公分 这个空间 每次就不要加了 加了油以后呢 再把这个油杯转下去 再把这个 外面的这个保护套呢 再加回去 转下去以后 这个转下去的时候 这个队的位置以后 转过来卡起来 自己卡上就可以了 嗯 下面这里呢 是挑集这个油的油链 那么往这个加号这边 是挑大 嗯 加了一条 那么现在我们出产的时候 我们已经对气概 已经做了一个 重复的润滑 所以说一 你一般喜欢 要不要挑的太大 因为气概不进的油太多 也是不好的 所以说呢 这里有一个镜头 这个镜头直到 直到一或者二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 一般直到二 直到二这个地方 下面有个二的速度 直到二的地方就可以了 我这样的话 这个油的就可以 嗯 用了时间 那后面呢 是 我们的一个 钉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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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 说明什么 还有就是 切的刀片 都放在这里 嗯 后面会有一个 专门的 等于这个换刀的 操作 这里是火肉出口 这边呢 是火皮的进口 这个就是 机器的使用 它做的 简洁 呃 这个按钮被按下去了 而且它是转到 一个水平的位置 这个时候电子 就被这个按钮锁住了 它已经是不能被这个电脑 电器来控制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已经把这个 这个锁要打开了 我就按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移植转一个 90度 转到这个水平 反正就回来了 嗯 到最后用完以后呢 清洗完以后 工程完了下班的时候呢 就要关闭这个电源 嗯 关闭器源 嗯 好 确保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其他人远的一些安全 比如说 因为你不在通租的时候 别会 呃 乌操作 或者是 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是吧 无意东西去做一些 呃 呃 非专业的操作 所以这样的话 要确保 别人的安全